我要跟你們說一件事情 我真的不會打桌球 我是認真的在問問 鬼鬼烏雲節日前 在綜藝玩很大的桌球關卡 因不清楚遊戲規則而頻頻失誤 在直播中和網友喊話 自己是真的不會桌球啦 可以… 快一點 等一下… 又演出了 出了啊 你以為你把他從打出去拿放進去 我要跟你們說一件事情 我真的不會打桌球 我是認真的在問問題 我完全從小到大 沒有選過桌球這個選項 如果有人真的覺得我很廢的話 那就沒辦法 可以… 什麼東西…甜不辣 不行… 不行 真的不行 真的嗎 他給我甜不辣 你… 我真的… 你怎麼聞聞看 你真的很雞耶 什麼聞聞看 你們… 如果… 如果現在你們答應我說 會買專輯的話 請… 請說… 我會買專輯 如果騙人的話 是小豬 OK… 我現在差不多有十則 你不能打 我是小豬 因為你本身是不是豬 我不知道 OK… 有人說 他本來就是豬怎麼辦 那我只能說 你自己看著辦吧 我公司的同事說 我像這個 請幫我截圖 今天的重點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專輯 然後支持舞台劇 然後… 你要去玩很大… 可以像那個 網很大的youtube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想罵我 你就罵吧 但是我真的不會打… 怎麼了嗎 你不是說你六歲 你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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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過來啊 欸… 他說他六歲 你相信嗎 對… 但是我要先告訴你們 我真的不會打桌球 會打桌球的是他 六歲 六歲這一位 六歲這一位 他會打桌球 但是… 當我那天 覺得洗衣擺好用的時候 他們覺得我很愚蠢 我現在覺得我自己也很愚蠢 我覺得我真的很吵 沒有 誰說他十六歲 但重點是呢 我在玩很大 真的很吵 但是我就是吵 鬼鬼就是這麼可愛又無厘頭 自然不做作的風格 深受粉絲們的喜愛 想看到鬼鬼更多不同的面貌 然後就要持續鎖定下集的綜藝王很大 完全娛樂總和報導 恭喜完全娛樂 YouTube訂閱 兩百萬 兩百萬 首創電視與新媒體 並行的娛樂節目 YouTube頻道訂閱人次突破兩百萬 是台灣地區前十大YouTube頻道 位居台灣電視節目類頻道冠軍 希望完全娛樂多照顧月天 然後大家也多照顧完全娛樂 最新來的娛樂品牌 讓你無時無刻完全娛樂